哈喽大家好,我是风云 一组领克旗下首款教车领克03的实色叠照竟然被曝光了出来 通过此次曝光的叠照来看 新车基本保持了领克03概念车的外观设计 整体造型与领克家族设计风格完全一致 分底式的前大灯组同样出现在了该侧厅中 同时横向的前进去隔山和下部失调也让前脸看起来非常的舒展 侧面保持了传统三身教车的造型 C组部分的弧度让该车看起来颇有鲜背车型的味道 这也让整车的线条光影变化倍增 尾部尾端继续采用AL形状非常具有辨识度 下方黑色装饰板整合了反光条 双面供两处的排气布局使用也让新车看上去更加动感 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成文高分别为463918401460毫米 轴距2730毫米 处于紧皱型车的正常水平 动力方面将搭载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最大功力为156马力 根据此前消息来看 林克03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亮相 并于年内上市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有过来媒体曝光了一组陆丰旗下全新SUV车型的录制叠照 可以看到新车采用了分体式大灯组设计 并搭配了六边形的大水式进去格三 车身线条就会平直一条腰线 从前轮门一直贯穿至后尾灯组 使该车看上去更加的紧凑 外部方面该车采用了多边形尾灯组 此外 双五幅四轮圈的加入也让该车看上去十分前卫 配置方面 整体采用了全新的造型设计 黑重的装饰搭配加上多个圆寸的点缀看上去十分时尚 同时该车还采用了大四寸的中国燕金屏 以及三幅式平底多功能分量版等设计 配置方面 新车预计提供电子手刹 奥特号等自动驻车等 多个方面暂时还不清楚 不知道这车要买多少钱呢 吉利汽车官方发布了旗下全新小型SUV 吉利XS11侧型的类似官图 可以看到 整体采用了枪灰色搭配棕色的壮色设计 并在多处细节处加入了哑光基础拉式元素进行点缀 细节方面 中共台采用了大量的平直与弧线线条勾勒 并且采用了平底三幅式多功能翻墙台 以及悬幅式大指寸的中共显示屏 配置方面 新车将提供抖拨缓降 博车辅助 电子手刹等实用性配置 包括关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轻功回响是前隔山搭配两侧棱角分明的前大灯组 开上去十分动感 双C型的雾灯区域进行了立体式设计 突出了力量感 上面采用双腰线的设计 并且加入了悬浮式侧底以及后老流版的设计 唯部尾灯样式简洁 但内部细节丰富 同时还有双边共两处式的排气布局加入 车车指数方面 气氛光高分别为 4330-1800-1609 轴距为2600毫米 动力方面将搭载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1.5T三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177马力 风车扭矩255牛米 同等方面批凡7出44双0个变速箱 未来还会同步推出PHEV等搭载新能源动力的车型 之外 该车还将配备丰富的自然安全配置和L2自动驾驶辅助技术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以后好人媒体曝光了一组一组新一代奥迪SQ3 在欧盟知识产权局申报的专利图 作为奥迪S系列产品 新一代奥迪SQ3在外观设计上似乎并没有过于夸张 相比于普通版奥迪Q3和Q3SLINE吧 在两侧清气装饰上进行了重新设计 与目前S系列家族设计风格相似 新车还将配备奥迪运动系列专属轮圈 尾部设计上将运用装饰性排气设计 在视觉效果上又做下降 动力方面将继续搭载200D发动机并搭配一套4G系统 新车或将于2019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 这车来的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 从哈佛官方获悉 哈佛F5将于9月份上市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大嘴是点阵进去隔山与柳叶形的前纳灯主向搭配 两侧雾灯结构设计感十足 侧面尾部线条向上隆起带来比较运动的视觉效果 这位采用了传统设计的分体式尾灯 并没有太多的线条装饰 整体轮廓以简介为主看上去比较饱满 清测的采用高分别为4470 1857 1638毫米 轴距2680毫米 A4让主打简洁的类似风格 采用了丙底式设计多功能方向盘 并搭配了全一镜仪表盘 中控台区域带有一款大尺寸的屏幕 下方仅留下了空桥系统的视频按键 原本的中控系统按键则被放置在了档杆后方 这类方面将搭载1.5T和2.0T两款温轮增压放动机 其中1.5T温轮增压放动机最大功率为169马力 2.0T温轮增压放动机最大功率为197马力 传统方面1.5T车型跟配备手动变速箱 而2.0T车型匹配7速双米格变速箱 这车的性价比应该还是很不错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想把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 后期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